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信 KQ KQ空间天天快报 KQ浏览器应用宝腾讯新闻 捞直播全民K歌等十大平台进行分发 每天覆盖超过100亿的PV 如今微视的内容创作者筛选都有企鹅号严格把关 在腾讯一次高管会议上曾有高管严肃发文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款像抖音一样的产品呢 不久之后 微视作为腾讯战略级产品再次重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微视被靠KQ微信等社交资源导流 崛起得很快 微视依托腾讯 腾讯系全平台支持和导流 可谓是自媒体人士不可不入志的优质短视频平台 这节课呀 我们主要讲解四个部分内容 带你玩转微视 分别是微视的前视今生 微视与抖音的异同 如何成为微视达人 四招让你快速玩转微视 首先我们学习第一个部分 微视的前视今生 回顾整个短视频行业 腾讯虽然入股的快手 但自己一直没有亲儿子 随着抖音的全面爆发 以及商业模式的变性前景 腾讯不得不再次入局 争取在短视频社交领域 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微视这个名字早就已经存在 腾讯只是沿用了之前微视的名字 继续在短视频领域征战 下面我们看一下微视的前视今生 早在2011年的时候 腾讯便推出了微视 这是一款视频通话软件 不过局限于当时的网络和技术 这款产品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2013年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竞争火热 此时腾讯推出了支持8秒的短视频产品 微视它是一款类似美派的APP 如今58同城的CTO 邢宏宇是当时产品部的总经理 当时腾讯提前嗅到了商机 看到国外短视频产品 Wine的诞生 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以6秒视频飞翔应用 迅速霸装了APP Store的免费榜榜首 腾讯便想弯道超车 击败新浪微博 所以开发了微视 做一款视频版的微博 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呢 腾讯对微视非常看好 马化腾亲自拍了视频 并邀请了很多明星宣传并来打call 微视在2014年春节期间 稳居APP Store的免费榜前五名 日用户激增到4500万人 后来众所周知 腾讯微博被新浪微博取胜 而微视逐渐失去腾讯微博 这座考栓 逐渐走向凋零 微视刚开始定位的是 8秒短视频 无法承载太多的内容和情感 最终跟外的命运一样 走向衰亡 而此时 美拍快拍快手 却依靠内容优势成长了起来 而且2014年 微信也推出了小视频功能 让微视的处境更加艰难 此时 微视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 在2017年3月13日的时候 微视官方网站公告称 将于4月10日全面停止服务 这样宣告微视第二代产品的终结 今天我们讲的微视 从整个产品发展历史来看 应该属于第三代微视 如今网络传媒 腾讯花30亿补贴微视 决定重振旗鼓 虽然30个亿并未得到腾讯官方证实 但腾讯补贴微视 重新战略布局 事实确凿无疑 腾讯吸收了之前的教训 现今 微视鼓励用户创作内容 并更换为清晰绚丽的logo 现在微视跟KQ 微信 同属一个事业群 而且腾讯将其看作是一个 社交短视频产品 并倾注了各个平台的资源 进行扶持 由此 微视具有很大的前景 也是各个自媒体人 应该抢先入驻的平台 微视选择了黄子涛 作为新一代产品的代言人 并频频在综艺节目曝光 比如说创造101 同时 微视也打通了KQ 音乐千万正版曲库 获得腾讯游戏 大IP的支持 成为短视频领域 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平台 值得新媒体人士的入驻和抢位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微视和抖音的一同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APP数据 在APP数据方面呢 我们主要对比 微视和抖音的用户画像 以及下载量 首先我们看一下用户画像 通过爱瑞数据啊 我们可以看到 微视和抖音的男女比例 微视上的女性比例更高为 62.02% 而抖音上男女比例比较均衡 基本为49% 比上51% 可见在微视上多发 受女性欢迎的内容 更容易产生高阅读量 从用户年龄上来看呢 微视上的用户更加年轻化 30岁以下用户占据 66.2% 而抖音上占据的比例为 56.54%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视频软件 发内容的时候 定要考虑年轻用户的需求 进而提升视频播放量 由于KQ空间啊 大部分用户群体也是95后 所以微视打通 KQ空间流量入口后 用户更加精准 年性也会更高 从地域上来看呢 微视用户在广东 山东 江苏 荷兰 河北最多 总共占据35.78% 抖音在广东 山东 江苏 河南 浙江最多 总共占据35.71% 所以二者在地域上 重合度较大 也存在很大的竞争关系 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一下 下载量 在艾瑞数据给出的 2018年7月份 抖音月活跃用户数据是 2.6亿 微视是783万 抖音在短视频排名中第一位 而微视排名第13 二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都成全较好的增长态势 总之 无论是在用户年龄 性别 地域上 二者重合度较大 都存在很大的竞争关系 第二小部分我们看一下 微视和抖音在产品功能上的一同 产品功能上 二者差距不大 我们先看一下二者的相同点 第一个相同点是 用户进入APP之后呢 都是系统自动推荐视频 都属于音乐类短视频 二者上下翻页都可以切换视频 并且右翻呢 可以进入用户的主页 第二个相同就是 点击视频页面可以暂停 双击式点赞 而且可以在页面直接评论和分享 第三个相同点是 二者的页面布局大致相同 可以参考我们的图 第四个就是 可以在页面直接点击加号 关注作者 点击音乐 可以查看更多相似的视频 加量看一下二者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个就是 抖音有着更丰富的功能 比如说 可以在评论区 at别人 有直播和商品购物车的功能 RV式呢 它的效果更多 比如说 选择魔法和趣味贴等特效 也有更多滤镜和美颜效果 第二个不同点就是 抖音在首页推荐上有 同层栏目 基于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关系链 而V式呢 在首页推荐上有 频道栏目 是基于兴趣而形成的关系链 二者是不同的 第三个不同点就是 V式上在视频上有 合拍功能 辅助用户拍摄视频 减少拍摄难度 在抖音相应的位置呢 一般是作者加号 并用户关注作者 提高粉丝量 第四个不同就是 抖音上有左滑的操作 进入搜索框 而V式呢 没有相应的操作指令 第五个不同就是 抖音刚开始的时候 用户只能拍摄 15秒的视频 粉丝1000以上 才可以开通 60秒权限 而V式呢 直接就可以拍摄 60秒左右的短视频 第六个不同就是 V式具备KQ音乐 强大的版权曲库 音乐类型 更多 更全 而抖音 有的会借助用户 自传音乐 后期可能会 设计先的版权问题 第七个不同就是 V式可以直接在 个人信息上填写 Q号 KQ空间 微信公众号等 腾讯系的产品 实现产品间的 直接导流 而抖音 可以连接到 接任头条 实现头条系 产品间的导流 综上所述啊 二者存在 很多的异同 但只有深刻了解 这两款产品 才能加快 云效率 第三部分 我们看一下 如何成为 V式达人 打开V式之后呢 很多人会看到 V式达人的 加V认证 一般认证为 微信达人的小伙伴 才能在V式上 获得现金补贴 一般V式认证为达人 基本需要 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找一个MCN机构 通过MCN机构 进行达人申请 这里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MCN呢 其实是一个 外来词 是将优质内容 生产者联合起来 在资本的 有力支持下 保证内容的 持续输出 从而最终实现 商业的 稳定变现 第二步就是 下载V式APP 必须用KQ号登录 微信是不可以的 如果该KQ号 注册过企鹅号 需要更换 KQ号 重新注册 第三步就是 主页必须发布 三条左右的视频 并提供给 MCN对接客服 提供视频链接 供官方审核 第四步就是 供审核的视频 需要注意 必须是原创独家 禁止使用特效 视频描述大于十个字 并与主题符合 内容积极向上 视频时间 最好在10到20秒左右 第五步就是 等待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呢 便可成为V式达人 加V认证 成为达人之后啊 要注意视频的审核和推荐标准 这样才更利于V式的曝光 以及获得相应的补贴 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三个方面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视频本身 在视频本身这里呢 第一小部分我们要注意一下 视频需要纯核屏 行平内容 鼓励于官方给推荐 拍摄的背景需要 简洁整齐 无爪乱现象 强烈推荐小伙伴们进行外景拍摄 在视频本身这里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视频的配乐最好选择热门音乐 禁止选择被列为黑名单的音乐 在视频中的人物呢 最好化妆别太浓艳 避免拍摄有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视频拍摄的时候呢 直接用V式APP拍摄 不要上传带于快手抖音等水印的视频 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视频在使用特效的时候 主要避免影响用户的观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特效 那么第二大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可以添加腾讯系的账号信息 禁止向其他外站引流 个性签名呢 最好写清该账号的定位 以及为粉丝提供的价值 这样更利于吸引粉丝关注 第三个就是啊 视频时长最好控制在15到30秒之间 这样效果会更好 并且内容最好是原创独家 第四个部分给大家讲解一下 四招让你快速玩转威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如何快速玩转威视 第一个就是我们热门内容的类型 在威视上啊 如今比较热门的内容类型 主要有以下七种 第一种就是生活类 生活类在威视上是比较好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内容需要真实展现生活场景 从而全方位展示生活中的温情 在生活类里啊 有两种类别可以选择 分别是有趣和有用 有趣就是啊 需要作者捕捉生活中意料之外的场景 从而引发读者观看 有用呢 就是需要作者提供实用性的信息 比如如何做好吃的家常菜等等 总之 生活类越真实 越有生活气息 越能引发读者共鸣 越容易在威视上火爆起来 第二个容易火爆的类型呢 就是美景类 在威视上 旅游和美景类的视频也容易火爆 这类视频往往传递出美好和自由 让读者点赞 心持神往 美景类的视频 一般要拍摄用户平时看不到 而且景色异常秀丽 壮观 或者新奇好玩 如果你喜欢平时旅行 并喜欢奇特的风景 不妨在威视上留下你的美好瞬间 现代人由于工作压力大 没有时间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 如果你能把美景送到他们面前 缓解他们的猎奇心理 你必能获得大批粉丝 第三个容易火的类型呢 就是舞蹈类 目前在威视上 舞蹈类也是蛮受欢迎的 舞蹈类要注意舞姿和音乐节拍的一致性 舞蹈要优美 拒绝夜店风和广场舞风 舞蹈类呢 对作者的颜值要求比较高 并且要有时尚感 由于舞蹈本身跟音乐很契合 这类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一般都比较火爆 第四大类型是唱歌类 唱歌类在音乐短视频类的APP上都比较容易火爆 但对创作人的要求也比较高 创作者的歌声要动听 要有自己的风格 最好颜值高一些 在唱歌类中比较容易火的是翻唱热门音乐 或者交给读者唱歌技巧 或者把歌曲唱成背景音乐 总之如果你有唱歌的才华 不妨在威视上试一试 第五个比较容易火的类型是创意类 其实创意类的视频呢 一般都比较新奇 能吸引人注意力 所以在威视上做创意类短视频 也比较容易火 生活创意 工具创意 故事创意等等 都可以打造出创意视频 比如图中的就是生活创意类视频 这位作者擅长利用平时常见之物矿泉水 勾勒出万事如意的场景 吸引人关注 并激起用户点赞和评论 第六个容易火的类型呢 就是长知识类 在威视上 可能一部分人以获得新知为基本出发点 所以长知识类的账号容易火爆 并成为涨粉比较快的视频类型 如果你有一样知识和技能 不妨在威视上展示出来 这样在输出价值的同时 能积累广泛的粉丝 比如 你可以讲办公软件 比如说 Word Excel 你可以讲理财知识 你也可以讲 极易被容易忽略的 冷知识 等等 最后一种比较容易火爆的类型的是 运动减肥类 运动健身及减肥类视频 也比较容易受欢迎 减肥几乎是现代年轻人 无论是男女的刚需 因为人人都有爱美之心 在威视上 你可以展示运动技能 比如说篮球 足球等 你也可以教用户 健身减肥等 总之 运动减肥类更容易击中用户痛点 从而引发用户产生行为 推动视频的曝光 第二招就是内容策划 在威视上进行视频创作 定要提前进行内容策划 建议内容要保持连贯性和系列化 切莫今天发美食 明天发美景 这样没有系列化的产出 不会吸引用户关注 内容策划完 需要为视频选择封面 建议小伙伴选择封面的时候 定要跟视频相关 如果拍摄的是个人IP类视频 建议视频的封面 要突出IP个人 并给出IP细节化的刻画 比如说单独给个人夸张的表情等等 这样利于用户点击观看 第三招就是拍摄工具 如果你要做一个技能的教程号 你可以采用PPT动画的形式进行创作 一般职场类或者育儿类 可以采用此种方法进行制作 如果你要做一个真人出镜的号 建议选择单反进行拍摄 并使用PR软件进行后期剪辑 这样更利于观看 如果你要做一个创意特效类的账号 建议使用AE软件进行制作 AE有强大的特效功能 节约创作者大部分时间 第四招就是变性方式 其实在短视频这块 变性方式大致相同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玩转威视的时候 大致有的三种变现模式 第一个就是官方补贴 当你成为威视达人之后 可以发布高质量的视频 从而获得官方相应的金钱补贴 第二个就是接广告 如果号做大了 你可以接一些商家的一些定制广告 从而更好地提高变现效率 第三种变现方式就是服务型工作 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服务型的工作 从而在威视上变现 比如你可以成立一家MCN机构 签约一些威视达人 从而成为经纪人的角色 获得相应的服务费 或者你可以成立一个专业的短视频团队 帮助威视达人做选题 后期处理 配音等各种服务型工作 从而获得相应的变现收入 总之 在威视上有很多变现方式 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式 在短视频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 从而与时代奔跑 抢得先机 综上所说 在威视上创作 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执行 很容易找到自己爆发的地方 本节讲解了威视的玩法 主要讲解了四个部分内容 分别是 威视的前世今生 威视与抖音的一同 如何成为威视达人 四招让你快速玩转 威视 如果你喜欢短视频创作 不妨就在威视上用心经营吧 你也能快速积累影响力 让更多人喜欢你的创作 下节课我们将进入百度戏 讲解百家号 揭秘 百家号轻松过签 实操攻略和技巧 如果你喜欢百度产品 看看怎么在百家号上 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吧 欢迎持续关注并聆听 我是哈默 自媒体平台运营专家 我们下期百家号见 谢谢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